18岁女孩受尽冤屈跳楼寻死 虽然侥幸活了下来 但子宫受伤严重被切除了 导致她终身不能生育 多年以后 小美重新回到了曾经生活的城市 还在老校长的葬礼上 遇见当年的三个闺蜜 虽然时间过了十几年 但小美还是一眼认出了他们 就是他们当年陷害自己和老师有不正当关系 老校长才将她开除 让她受尽冤屈选择跳楼 小美将心中的仇恨埋在心底 主动和他们相认 闺蜜们对于小美的出现 也感到十分惊讶 但翠花几人都没提当年的事情 还互相问候对方这些年过得如何 一番了解后 小美得知几人都结婚生子 而自己如今还是单身 身体上的残缺让她没办法生育 就别说有幸福家庭了 三闺蜜中的小雅向小美要了人气方式 还说过几天大家一起拒绝 对于小美的突然回归 绿茶闺蜜翠花却深感危机 当年将小美陷害被学校开除后 翠花就抢走了她的男友老金 如今还结婚组建了家庭 此时此刻 翠花的心情无比糟糕 还突然跟老金发起了在一起 留下一脸猛圈的老金跑了出去 几天后 曾经四个闺蜜又聚在了一起 然而这句会却显得有点怪异 三个绿茶闺蜜一直找机会想羞辱小美 以为她这些年过得很不如意 但让她们没想到的是 小美竟然成为了有名的妇客专家 几人顿时有种被打脸的感觉 因为她们都是在家带娃的家庭主妇 得知小美正在找房子 小雅竟然主动提出帮忙 她们小区里就有很多房子出租 而这也正合小美的意 这是她复仇计划中的第一步 先融入她们的生活当中 才能找到更好的下手机会 但一旁的翠花却显得不自然 担心她会和自己丈夫老金救醒住人 第二天 闺蜜小雅果然帮她找好了房子 离她们家也就百米左右的去 小美感觉非常满意 在搬家这边 所有人都热情地过来帮忙布置 但小美知道 她们都是个怀鬼胎 估计又要准备给自己下套 果然 在临走前 小雅盛情邀请她参加自己举办的业务 但小美还是答应前往 这女人就是要显摆过太太的事 宴会这天 小美手提礼物来到了小雅家的别墅 当她看见闺蜜们都有自己的孩 心中顿时羡慕不已 她也想拥有一个美满家庭 有疼爱自己的老公 有调皮捣蛋的儿女 但对她来说却是奢望 小美将手中的礼物分给了小朋友 但却被小雅接下来的话刺激到了 小雅竟然提起了往事 还问她和那老师过得多 小美顿时火冒三丈 还质问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好在下人跑来提醒小雅接电话 让她全身而退了 她就是故意再气小美 而小美也强忍下来 借口要去卫生间跑她了 她用冷水洗了一把脸 提醒自己必须要冷静 日子还很长 绝对要让他们为当年的事情付出待见 返回宴会现场后 所有人都假装没事一样 小美向他们道别后就直接离开了 刚走到门口拐角处时 差点被迎面而来的豪车撞上 但她不知道的是 眼前这男人正是小雅的土豪账户 而男人似乎对小美颇有好感